大家好,又来到板块直击这个环节 我先介绍一下我们今节新闻的嘉宾 就是有利致要财证券研究部高级分析员陈伟聪先生 Jason 你好 我们这个星期一直在说 勾扎危机带来全世界或者国家行业和股份的影响 我们今天会继续讲讲 在香港上市公司被勾扎危机影响最严重的那一款 就是这款和黄13号 我们先来看看和黄在全世界业务的分布比率是怎样 我们就看到在2011年上半年和黄的业务分布率最多是在欧洲方面 是占了40% 如果你看旁边的图 看见他在2011年上半年盈利方面 欧洲占了超过20% 有21% 虽然他说他的总收入在欧洲方面占了最多 但是他在欧洲方面也不是说占了最多 是吧 Jason 也有两成多 基本上如果说两成多来说 其实也会有一定影响 如果你说接近欧洲方面的经济还是有机会衰退的话 其实对于和黄这方面的业务 我会觉得也有一个明显的影响 接下来想和您看看不同业务的分布又是怎样 我们先看一个图 其实我们看到的图 看到和云业务方面 零售的总收入 占了全部总收入是最多的 有36% 而长江基建方面 占了总收入有7% 但如果你看看 EBIT方面 即盈利方面 反而占了最多的 而其他业务方面是比较平均一点的 其实Jason我想问你 如果你只是看欧洲方面的业务 其实它的各项业务又占了它的总盈利多少 其实刚刚的表都略略说过 欧洲业务占了和黄的盈利 大约百分之两成多 根据高盛最新出的一份研究报告 都是有调查 说到这四个业务 包括港口、零售、基建和3G 其实在欧洲方面都占了有一定的席位 如果你说这四个业务加买 去到今年全年来说 就会占了和黄的总盈利方面 就大概有两成七了 其中基建方面就占得比较多 都有超过一成 另外港口、零售和电讯方面 就大概是百分之四到百分之七了 稍后想和你去讲解一下 每一个比较受影响的业务 我们先看看港口业务 其实以资料计 看到欧洲的港口 占了2010年 总吞吐量20% 也挺多的 其中荷兰占最多的有12% 如果欧洲继续经济衰退或放缓 对整个港口业务影响有多大呢 其实大家都可以留意 虽然欧洲国的码头 占和黄的码头的业务 就不算太多 看西班牙、意大利 甚至乎希腊方面 其实整体来说 比重就不算特别大 但当整个欧洲区的经济 是进一步放缓的话 都会令到欧洲 每一个国家之间的贸易 都一定会有所减低的 这也会直接影响在荷兰、英国方面的码头的业务 如果你说单看今年上半年 整个欧债危机的影响 都不算太大的情况下 都见到其实欧洲方面的港口业务 的EBIT都是有所倒退的 整体方面的港口EBIT是增长8%的同时 欧洲方面的EBIT是减少了4% 所以说如果你说到下半年 欧洲区的经济都进一步转叉的话 相信对于港口业务的影响性 就会是最大的 始终大家都知道 码头方面的收益 都很受到环球贸易 特别是欧元区的国家的贸易影响 一旦欧元区的国家仍然不行的话 对于港口的贸易来说 都会有一个不利的压力 接着我们再看看 第二个比较受影响的业务 就是有长江基建业务 其实和黄是持续长江基建有八成的股份 所以长江基建的收入各方面 都绝对会影响到和黄 其实我们看看长江基建的业务 在英国欧洲方面 其实它占了总业务 看日利比重方面 它占了41% Jason 如果欧洲那边继续烧到英国 会不会对这方面的业务有影响呢 有少少影响 但如果对比刚刚所说的港口业务来计 基建业务 特别是英国方面的电网业务 整体受影响的幅度 就不算说会太大 因为也就是大家都知道 始终市场不行的时候 或者经济真的差的话 其实大家都还是要用电 以及都还是要用一些公用的业务 所以很多的资金都会继续流向一些公用股 所以我自己觉得 就算你说英国来的经济 真的再次转弱了 再次衰退也好 对于这方面的基建业务来说 影响相对来说就不会太大 但都要留意 始终和黄或者长江基建这些公司 之前都是打算出去外国方面 大展权脚 继续收购更多的一些当地的公用事业 当然如果你说欧洲的经济是转弱 进一步放缓的话 会不会都令到黄黄方面的收购 或者长江基建方面的一些收购的方向 或者整个发展都会有影响 我自己觉得影响都会存在 但对比起零售 对比起港口方面 其实基建业务的影响相对来说是比较微一点 接着我们再说说 另一个比较受影响的业务 就是有电讯三集团的业务 电讯三集团就是和黄旗下的一个电讯集团 如果你看回电讯三集团的业务 其中两个业务的地区就是意大利和爱尔兰 就是欧洲五国其中两国 其实如果你看回它的资料 看到意大利的客户增长在2011年 只是0%没有增长 而爱尔兰方面它的亏损 其实盈利亏损有很多 有3亿2千万 其实这几年欧洲国家周围经济放缓又衰退 其实对电讯三集团的业务有没有影响呢 或多或少都有的 虽然你说电讯方面的收入 就跟整个经济周期的敏感度不算太高 但是如果你说本身和黄旗三的公司 之前主打的一些手机产品 都是一些高档的iPhone 或者其他一些智能手机 如果你说经济转弱的 当地居民的收入真的有所减少的话 都会有或多或少都会影响他们买一些高端手机的异欲 当如果你说iPhone 5出了之后 在法国整体的反应不算太好 其实都会影响其下三个方面的电讯业务 其实都看得翻 如果你说今年上半年来计算 说的是意大利这个国家 其实三个方面的业务 其实都有个几明显的下跌 看到App方面都是跌了5% 另外他就没有说因为减个月费 令到可以多些客户上台 反而都见得到客户增长方面 意大利亚今年上半年来说 是录得一个零增长的 简单来说就算月费是便宜了 但是都吸引不了一些新的客户 用他的台或者用他的月费 对于这些国家的电讯业务来说 都会有影响在那里 所以我相信如果你说 欧洲经济进一步衰退的话 对于三个电讯业务的上客量 又或者App来说 都仍会有个压力在那里 其实金泽说了这么久 都知道金泽银机对和黄 是绝对有一定的影响 而也都知道他的影响 不知道持续多久 说回股价 看见黄黄 其实这52周高位最高是97.4毫半 见到他现价跌至58.9毫半 今天跟着大市跌了 接近2% 你觉得是否适合买入 其实黄黄相对来说 那个表现就应该是教我们 就是前一天讲的 Espirit来为好的 因为黄黄都是百分之四成左右的收入 是来自欧洲 略略都叫做小个C字 就是百分之八成那么多 但是都要留意回 刚刚都说过了 始终你说黄黄在欧洲 当地的电讯业务 港口业务 甚至零售业务 都会有个负面影响的时候 欧债危机一日未解决的话 我相信黄黄都会受到压力 那我自己就觉得黄黄方面的投资策略 你说即是 未来会不会有机会反弹呢 就算反弹都好 我自己觉得去到 即63元至64元这些位置 阻力都会比较大跌 看回现在现价方面 2011年的PE 都接近是12.7倍 距离目前蓝筹股 8.4倍来说 都仍有一定程度的日价 那我相信 如果未来的PE 真的落到10倍多的话 相信未来的目标价 可以有机会落下50元 谢谢Jason 今天和我们讲解和黄这只股份 因为昨天是挂台风 所以我们没有机会和大家讲解 第二只比较受欧洲赚毛危机影响的股份 就是5号仔汇丰 下个星期会在发达广场的时候 Jason会抽些时间再和大家讲 我们休息一会 转头问答环节 转头见